7月25号90,首趟喀什号一站直达特快旅客列车抵达新疆喀什市火车站 满载840名全国各地游客开启喀什之旅 新疆那个地广,物丰美,所以我也对喀什比较向往 我们一开始就坐上这么漂亮,这么豪华,这么舒适,这么大气的专列 我觉得很高兴,花再多钱我都觉得值得 又快,而且时间又特别好,晚上10点钟发车,然后第二天9点半就到了 去了以后就可以尽情地玩 进入盛夏,新疆进入旅游旺季,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 喀什拥有丰富历史文化、自然景观和民族风情 喀什号直达特快旅客列车的运行,将旅长油短变成西发招致 通过一站式列车运行方式,改善了乌鲁木齐和喀什区域的旅游市场的通达性和流动性 全程运行距离1453公里,实行乌鲁木齐至喀什点对点开行 每天开行一对,屡时11个小时30分 打造喀什号石达特快旅客列车品牌,构建快进漫游,全域旅游交通体系 为新疆旅游经济发展搭好先行 喀什号列车是江内首烫全卧铺列车 结合西发招致,一站直达的特点,满足旅途休息舒适度的同时 车厢以南疆文化之旅为主题 通过对车厢门、餐桌、抱枕等设施上体现喀什特色 每节车厢都进行了单独的定制 以一车厢一主题,可以看到新疆的人文特色 有歌舞风情,有甘果的介绍,还有自然地貌的解说 我们称呼人员为南来北往的旅客提供更优质、细致贴心的服务 6月以来,新疆铁路部门已开行新东方块车、南北江环游、畅览南江等旅游专列14列 线路覆盖南北江主要景点 尤其是环游南北江,形成在10天以上的旅游专列深受游客欢迎 新疆铁路抓住新疆旅游黄金季节 加大旅游专列开行力度,计划开行旅游专列40列